欢迎回来非凡大探索 一加一真的大于二 在这一次的厨王争霸赛当中 有所谓的神厨双人组 得到冠军的组合是来自 新竹的池一鸣跟刘永宏 两位师傅都拥有厨艺超过20年的经验 不可思议的是 他们为了控制食物的最佳口感跟鲜度 直到最后8秒钟才出菜 大胆的手艺跟创意 获得评审的一致青睐 5秒钟内变薄片 我是刘永宏 大火一开一半全快炒 一分钟端出料理 我是陈一鸣 他们是超麻吉的师徒双人搭档 也是驾杠的冠军组合 陈一鸣和刘永宏 两人发挥超过10年的绝佳默契 融入无国界料理概念 果然一举打败28组 来自世界各地的厨艺高手 在2011年世界厨王争霸赛中 一举拿下冠军宝座 我们是三厨双人组 绿竹笋 软丝和梅花猪肉 是比赛当天大会指定的食材 创作出的三道冠军料理 还安排不少秘密机关 糖浸红袍硬彩糖是以水果入线的改良版菇老肉 永成药仙细丑段用当劲软丝 呈现出酥炸 快炒和火烤等三重口感 云水深情甜如蜜 结合了红豆锅饼 芝麻糊和翡翠咸麻吉 咸甜两种口味能依次享受 每道料理都有巧思创意 而直到最后八秒钟才出赛 更考验了默契搭配 事前酝酿期长达两三个月 两个人睡觉前都在讨论呢 那上下部同时你就可以悄悄上部 明天先讲搞一点东西回来再试一下 好的 没问题 突然想到什么或是在有什么灵感 就会对对对 就会叫互相提醒彼此 所以可能我们默契上是绝对可以撑到八秒 还有淋违不乱的出赛 而且我们出头的东西 品质我觉得都还蛮稳定 胜出的关键当然还有两人精湛的手艺 这道糖庆红袍硬彩糖用水果入线 颠覆一般人对菇老肉口感容易过硬的印象 那一般的菇老肉可能就是用梅花肉 然后切块状然后裹上粉来炸 那我再把它梅花肉切成薄片以后 做一个双味的呈现 第一个我可能就是包里面包水果 那包当季的一些番茄啦 奇果 还有一些笋子 双味的另一个呈现 是裹上黑白芝麻的梅花肉卷 要让美味更升级 少不了高温热油的加持 热油噗嘶噗嘶 让梅花肉球瞬间香气不鼻 但这酥炸的过程也得讲究火候 我先稍微用小火 中小火稍微泡一下就好 先泡泡到手我再抢酥 过程中尽量不要动它 好尽量不要太刻意的去拨弄它 这是我们的糖心红袍印彩糖 这道水果菇老肉虽然少了浓厚酱色 但一样果香味十足 梅花肉卷有了黑白芝麻的助阵 香气更是迷人 双手挥舞锅铲架势十足 但仔细看这锅中炒的 居然是再平凡不过的蛋炒饭 但把家常炒饭变成冠军料理 可不是人人都会 炸卵丝的时候可能会产生油泡 原来这炒饭的美味秘密 就是加了当季盛产的卵丝丁 还有主厨拿手的椒盐卵丝 让酥炸卵丝多了香辣滋味 把卵丝发挥的淋漓尽致 主厨还有这一招 那其他身体的部分 我在做这个蛋香 用椒盐卵丝下去烤的鱼片 用拳要先细筹炖 看起来像是日式沃寿司 却是蛋香烤卵丝片和卵丝炒饭的美味结合 炒饭粒粒分明 香烤卵丝片香Q弹牙 搭配香辣过瘾的椒盐卵丝 可以吃到卵丝多层次的丰富口感 我把麻糬做成咸的 包入咖哩 还有笋丁 用笋丁炒的 就是咖哩笋丁咸麻糬 笋丁肉末加咖哩 融合出有别于传统的麻糬内馅 巧手包进QQ软软的麻糬皮里 花龙点睛有妙焦 对花椰菜让白胖胖的麻糬 换上一件翡翠色新装 主厨拿手的广东小点芝麻糊 也是赢得比赛的关键之一 其中秘密武器就是它啦 那我比较特别的芝麻糊 就是我在里面加了一点点的蛋酥 有那种蛋酥下去的效果 有一点像我们中国人在吃这个 吃这个杏仁油条 杏仁加油条那种感觉 那我们呈现这道菜 云水深情甜如蜜 香煎蜜红豆锅饼 搭配加了淡酥的浓稠芝麻馅 还有翡翠咖喱口味的咸麻糬 咸甜口味交错 吃来清爽不腻口 两个人从小学徒做起 一转眼十几二十年过去 已经练就一身好手艺 但是创意无限的两位年轻主厨 仍然不断精益求精 希望这用心做出来的料理 能感动更多的人 优优独播剧场——王八 João 你体怎么没问题 快乐 Nelson dram 现在 loos 我 你